这个女人竟然也想学以下武则天,结果却成了王国的罪魁祸首,1861年咸丰帝驾崩后与孝珍显皇后两宫,并尊称圣母皇太后上徽号慈禧,后联合慈安太后及孝珍,公亲王义西发动新有政变诸顾命八大臣夺取政权,形成爱公垂帘亲王义政的格局,自此之后慈禧太后就独揽大权垂帘听政。 朝内一切事物都要经他决断这点,与中国历史上的母党专政相同摆弄政治权术,慈禧太后自当一流可若论,治国安邦,她却是愚昧无能的典型在其专政之初,大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扬之中,作为一国之主的慈禧太后,却未能引导清廷这座巨轮摆脱险涛害浪罪中,使得清朝面亡此时慈禧成为清朝, 甚至是华夏民族的千古罪人一臭万年。 据传慈禧太后早年十分敬仰武则天这一定程度上使得他坚定干政,同时亦影响了清朝命运慈禧在专政期间常效仿武则天如 武则天藤令牡丹,在冬天开放,就使得慈禧,亦想跃跃欲试,慈禧是一位极具野心的女人,所谓野心其中极包含字腹色彩她虽敬仰,武则天但又不甘落于人后论地位权势,慈禧自认并不弱于武则天。 那么武则天能够办到的事情她一定也能办到,清宫遗文记载光绪中叶以后慈禧呼移秦汉默学绘画会又学做博客大字,慈禧绘画书法基础并不太好,只是天资聪颖,经过一段时间练习摸索进步很大。 尤其是妙家会等著名画家入宫指导后,书画水平日进,时值隆东身居宫廷的慈禧太后,厌倦,乐宫内的辣梅,海棠,一日休息间她突然想画高贵艳丽的牡丹花,于是便询问朝中大臣,哪里的牡丹花开的最美丽大臣们习生,推荐道,山东曹州府的牡丹最好,天下文明慈禧太后闻此顿时产生好奇此地, 能够让朝中大臣共同推荐,定然有其特色之处,当即慈禧太后降旨,命山东曹州地区,向朝廷进贡牡丹,越快越好路上不得耽搁,若执意,是在春夏时期,下达曹府定然是无比欣喜,可慈禧降旨时正值隆东腊月而牡丹花,仅在春天花开,又怎能进贡朝廷呢? 曹州之府接纸后为难,万分曹州,是以牡丹文明不错可这寒冷天气,他该去哪儿找牡丹,那曹州之府心情复杂喜忧参半,这一刻无疑是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时刻,慈禧太后降旨寻求牡丹花,如果他无法按时送道极可能小命,难保可若是成功半道必然会受到嘉奖, 封官家决议,说不定,这是一次机会更是一种挑战,想到这里,曹州之府狠狠咬牙,心中有了决断他决定抓住这次良机,将太后吩咐之事,办成他日定然能够平步青云,想通之后曹州之府当,即命人连夜前往牡丹乡, 将曹州府差异,到达牡丹乡后将所有花户召集到一起,宣读知府命令并告知曹州,向朝廷进贡牡丹花一事,命令中要求牡丹乡所有花户,需要在一月之内使牡丹开出花朵方法不限总之,必须保证向朝廷进贡的牡丹花,未开放状态此事,若是完成牡丹乡百姓皆有重赏,若是做不到便会将牡丹乡境内的所有牡丹, 统统刨掉这个惩罚手段,可谓是极为严苛,如果无人能够欲出花朵,那么全乡牡丹,难保所有乡民,将就此断了生计,为了保住牡丹花农们当即,把精力投入到如何让牡丹开花,尚在这期间,花农们可谓是方法用尽,却始终无法使牡丹开花眼看官府天天派人来催,花农们愁眉不已,为何会如此难办? 归根结底,是由于天气还冷那么,将温度提上来,不就可以了吗? 许多花农,都想到这点可接下来又遇到了难处,即应该用什么办法提升温度? 那这时,万华村有位老花农站了出来,他曾经听过长辈说,若想丽牡丹在冬天开花,可以使用火看烘花的方式。 然而,这种方法听起来简单却不皱,众多更为糟糕的,是此方法,已经失传饶是老花农,也仅是听闻而已。 但是眼下正是紧急关头,曹州府催促的频率愈加频繁,留给牡丹香花农的时间不多。 了最后花农们索性一搏以老花农领头,尝试用火看烘花的方式,使牡丹开花。 此种方法所有花农都没见过更别说实践。 老花农在尝试过程,中其他人围在一旁丙西宁神,看着凭借着早年的印象。 加之多年丰富的御花经验老花农实践过程,进行得很顺利。 为了防止热度外散,他带领花农在家中挖了一口土壳壳中健康,将牡丹放在上面并撒上牛粪其后,逐渐烧火加温反复尝试。 果然没有几日牡丹即开出两朵大壶红消息传开后,牡丹香其他花农争香效仿,很快即产出大量糊红牡丹。 曹州府迅速将这些烘出的牡丹送入宫中,慈禧太后见到后甚是欢喜。 对曹州官员大肆嘉奖此事之后,曹州之府,果真官运亨通平步青云,而牡丹香的数千亩花田则有今无险得以保存。 在于彭年的曹州牡丹普负责中,也有关于烘花的记载。 《金曹州花》可以或烘开这三种,约胡适红约合白,约紫衣冠群,参考资料,曹州牡丹普负责,轻功遗文。 请不吝点赞订阅。